日前因为0918地震花莲领馆处辖区内 包括了佐仓步道、萨河步道等十条步道 一度封闭后重启开放 不过最近连日的大雨考量到落石和岛树的影响 会影响到游客安全 领馆处8号开始再一次把辖区内十条步道给封闭了 请游客暂停前往 未来等到勘察安全无疑之后才会再开放 上月0918地震因渔症影响 考量落石等状况影响游客安全 林务局华联林区管理处 一度封闭管理处辖内的十条步道 也在上月底陆续重新开放 不过国庆年假连续大雨影响 8日起再度封闭辖区内十条步道 一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连日大雨华联地区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200毫米 考量步道未处山区落石及岛树影响游客安全 辖内的佐仓、萨库尔、鲤山步道群 越莓步道、能高步道东段 三板步道、复原步道群 虎头山步道、安通越林步道 八通关陆名吊桥段步道等十条步道 8日起暂时封闭 领馆处表示 待勘查安全无余后将再开放 封闭期间还请游客暂停前往 以维护自身安全 相关后续开放等旅游咨询 可于林务局山林悠悠网查询 记得蒋邦彦大华林报道